这是一个多世之秋 但对于习惯了安稳日子的老百姓们而言 不过是多了几场茶余饭后的段子谈资 看不见风雨欲来 也就不会人心惶惶 徐凤年从北芒返回北梁以后 先是赶去铁门关截杀赵凯 回到王府以后又得一步步离照看徐卫雄 之后更是开始借助徐晨二人的谋略去铺路 直到今天才提着一壶绿衣酒灯楼 并非不能生生挤出时间早些去听朝阁 只是徐凤年不敢那样做 小时候腿脚孱弱 却能在听朝阁内爬上爬下十分飞快 如今即便叠近仍有二品内力 竟是走得如此缓慢 在阁顶一座就是将近二十年的枯稿男人 不苟言笑 北梁首席谋士赵长林死后 被压了一头的他本该正值出头之日 为黎阳王朝首饰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在清史上留下一份堪称浓墨重彩的评语 可他始终就在那儿闭关 为什么 谋士为民主指点江山 不就图一个死后名垂千古吗 李毅山死后无焚 也就无碑 一坛骨灰被徐霄亲自带至边境撒下 按照李毅山的说法 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他的命 而且他也想着既然有生之年 看不到徐霄带兵马踏北莽 就想着死后安静望北 由那个并不承认的徒弟去完成 这份苦心徐霄没有跟徐凤年诉说 但徐凤年何尝不知道 徐凤年推开丹博葛门 会按阴朝 将绿仪酒放在书岸上 点燃岸角上的铜盏油灯 笔架上悬有衣杆 普普通通孤苦伶仃的印毫笔 与以往满地分乱书籍不同 大概是徐霄亲手整理过 但屋内显得愈发空荡寂寥 小时候徐凤年很畏惧这里 既要跟这位半个师傅的男人读史抄书 还要跟他下棋 一旦不合心意 就要被揍得揭示 关键是都不能跟谁抱怨 更要看着他喝酒听着他的咳嗽 好像下一刻就会死于醉酒 徐凤年脚下的书岸空腹中 放有一张刻线模糊的 旗蹲和两合愈发摩缩圆润的黑白旗子 弯腰搬到岸面上 当年为了考笑并且加厚少年徐凤年的记忆力 师徒二人都是抬手指指点点悬空下棋 已经很少用到齐蹲齐子 徐凤年打开齐盒 抓出一把黑子 对座少一人 以前尝试少了出行的徐凤年 这一次则是少了李懿山 徐凤年轻声道 陈之鲍不带一兵一族孤身去了西蜀 我树立了这样的敌手 让师父你不省心了 陈之鲍走得无牵无挂 可他那些愿意为他笑死的嫡系心腹 一走就是近百人 我让徐霄没有拦下他们 你要骂就骂吧 以后万一输了 肯定会有野史说第二任昏溃北梁王 纵虎归山 放任百旗入蜀 徐凤年确实不堪大任 陈之鲍将将之才仅逊色于徐霄 将兵之才更是天下独一号 到了西蜀为王 光是拉开陈自蜀王旗 恐怕不出几年就可以作用可战可守的簇万精兵 不过我想 既然注定要跟他一战 那就干脆光明正大战上一场 就不抖楼那些不入流的阴谋诡计了 跟师父你一块在阁内闭关的南宫仆社 已经出关截杀寒雕寺 我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全焉是白胡人脸的四位仇家之一 我在北莽杀第五盒之前 本以为这辈子约莫是可以一鼓作气追上他的境界 不曾想铁门关一意 就被打回原形了 好像师父你是从不排斥让我习武的 听朝九局 有一局是你跟徐霄读我能否进入一品境 我进了一品又迭出 如今也不知是否让你失望 按照你的布置 慕容同黄带了一张入神面皮 潜伏北满王庭 书修也去了乡凡城 拿十年性命换来了他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 不是王妃 胜似王妃 至于慕容同黄能否烙子生根 书修能否成功见细照寻和那个与我擦肩而过的陆许 你说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等得起 徐北纸和陈席亮各有千秋 谁像你谁像赵长林 目前还不好说 投之以逃报之以理 我将徐淮南的头颅留在弱水畔 徐北纸果然自己心甘情愿说出了真相 他是一个极为大气的谋士 不拘泥于帷幕之后继谋叠出 智政也十分手忍出色 谋士必备的预知之天赋更是出类拔萃 不出意料的话 我会让他成为下任精略史的第一人选 陈席亮虽是韩氏出身 鉴赏鸡变文才巨事一流 你曾评点谋士 谋己谋人谋兵谋国谋天下 依次层层递进 谋得自身太平 才可帮人出谋划策 谋士的谋兵才华 你说可遇不可求 自己是书生 却不推荐读书人对罚兵之事指手画脚 可以跳过此层境界 唯独不可缺少谋国之眼界 你更说北梁齐局 是无奈的治孤之局 只能显中求胜 谋士不用去刻意谋治天下 以此作为目标的话 就要拖垮北梁二十年辛苦积蓄起来的家底 而要相对于笨地顺势而畏 我不清楚徐晨二人心中所想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北梁只能输一次 北莽黎阳却能输上多次 我不介意夹着尾巴做人 反正这么多年早就习惯成自然了 我二姐大概可以升任谋兵之谋略重任 我会让梧桐院成为一座类似广陵王赵义的军机要递春雪楼 谁说女子就如那绝无大气传世的龙泉窑 徐凤年就这样淋淋散散唠叨着 他原本不是一个喜欢叙刀的人 杀敌是如此 清明时节杀刘夏成陶钱志 杀魔头谢灵 杀拓跋春准护从 杀提兵山第五和 都是如此 徐凤年低头说道 你曾以守经其力来评点天下数位谋士之的诗 其中以黄龙式夺魁 得七十六颗棋子 始终躲在皇帝背后的原本西刺之 得六十七颗 我今日斗胆给师父也盖棺定论 春秋之间 你替徐霄 等于是为赵家天子谋天下 一统中原 黎阳王朝版图之辽阔 不输八百年前大秦帝国 十子的十子 徐凤年将十颗棋子落在棋盘上 洞察欲之一事 师父几乎独身一人 力劝徐霄不争天下 不做那张滚烫的龙椅 得六子 一步一步将陈之暴驱逐入蜀 得四子 轻轻放下六子后 徐凤年又从齐和抓起一把旗子 地理之事 在你引导之下 朝廷让徐霄带兵入北梁 封义姓王 远离京城 得以镇守王朝西北门户 得九子 你喜亲自谋兵 却一手促成非子坟一战和楚禄山的千奇开蜀 平定西蜀以后更是用出绝户计 进入北梁后 更是营造出不下十万罪名流民农聚而成的可战之兵 只等我当上北梁王后颁布一纸赤舍 便坐永十万渔兵马 得八子 外交一向 徐霄按照你的布局 与朝廷与张巨禄与顾建堂十多年斡旋 不落下风 远胜艳赤王手下那名谋士 是当之无愧的天下智孤抢手第一人 得九子 天文一世 你不信鬼神之说 不得一子 见赏世人 徐霄六名一子 原左宗楚禄山 其当国三人都出自你独具慧眼 得六子 姚简叶熙真二人 扣去四子 此后亲自为徐北指陈习亮写下雕琢之法 暂且加上四子 北梁荒凉 手握仅仅三周之的 在你世世丹经节律治理谋划下 仍是让北莽不敢有丝毫动弹 并且顺利替徐霄得到世袭网替 让我这种草包都有机会当上北梁王 得八子 棋盘上已经放有整整六十颗棋子 然后是身具文采等相对闲散六式 棋盘上陆续慢慢增添棋子十一颗 徐凤年痴痴望向棋盘 谋士当先谋己 一手造就春秋乱局的收官无敌 黄龙士仍然神仙逍遥 赵家幕后心算无敌 先手举世无双的原本兮也安在 大隐隐于朝 燕赤王首席谋士更是在南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享尽人间富贵 师父 那你呢 啼湖绿椅酒 倒酒在棋盘 倒进了湖中绿椅 独处仪式的徐凤年泪流满面 哽咽道师父你让我以后带酒给谁喝 喂完带序 订阅